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间里头我们再次的相遇 欢迎你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 今天我要继续跟你来分享这个礼拜吧 我们一直在分享这个主题 神是没人 神是没人 记得上次我跟你分享了我的一位朋友的婚姻的经历 看见了他怎样在与他的妻子利迪亚的婚姻当中 经历了圣经所讲的一些原则 那虽然当时他还不真正的明白这些原则的重要性 神是按照他的旨意把迪利亚带给了我这位朋友的 并且在以后的三十年的婚姻生活当中 向他证明了神的选择是对的 是最美的最好的 因为他们共同度过的三十年的生活 极其快乐幸福成功 而且也是果实累累的 耶稣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三十五节那说 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是 那如果你能够让神的智慧去拣选和计划你的一生的话 那么神的智慧就会保证你所享有的是最好不过的 今天我要继续跟你分享我的这位好朋友的经历 看看神是怎么样把他的第二位妻子路德带给他的 我们会再次看见神是依从他不改变的原则去行事的 在1975年 神接受了我的这位朋友的第一个妻子利迪亚回天家了 经过几十年全世界的侍奉之后 他离开这个世界安息主怀呀 我的这位朋友经历到前所未有的哀伤悲痛 我相信没有经历过失去配偶之痛的人呢 不会完全了解我的这位朋友当时的心情的 但是我知道 我的这位朋友 今天能够以过来人的经历 去明白丧偶的人的内心的悲伤 那种悲痛啊 就好像是里面被撕裂了一样 留下了极深刻的伤痕和空洞的感觉 当利迪亚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我的这位朋友曾经对神说 他愿意终其一生过独身的生活 当时他实在是抱着这种思想的 可是几年之后 神又重新的呼召他到以色列去 于是他就启程去做一次特别的访问 并且和一些有不同背景的福音派的领袖一同去的 当同行的一些人都散去之后呢 我的这位朋友仍然留在以色列 他要寻求神 要他回到以色列地的心意 他留下的一个礼拜当中啊 他探访了一般负责在以色列地派送著作的一些朋友 从他们口中 听说他们的秘书因为背部受伤 要请假在家里头休养 神给我的这位朋友一种很特别的喜欢 就是乐于帮助人一些背部有问题的 那当时呢 这位朋友呢 他就想了 我是应该去看看他的 为他祷告 于是这位朋友啊 就跟他一个人 也是基督徒的这位弟兄啊 一起去拜访这位女士 但是他们两个人在耶路撒冷的街头上 找来找去也找不到那个地址啊 我的这位朋友就说了 哎呀算了算了吧 我们已经尽了所能也找不到了 那不如回去好了 但是突然间他们发觉正站在所找的那个地方 于是他们就进去了 那位女士躺在床上 他们两个人就为他祷告 问候他 然后才离开的 我的这位朋友就想了 终于完成了一项任务了 我想神会借着祷告 医治他的 于是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 在我的这位朋友预算留在以色列的最后的一个晚上 他决定 非在神的面前寻求答案不可 那一天晚上成为他一生当中难忘的一个晚上 我的这位朋友那天十一点就上床了 早上六点钟就起来了 那事实上他整个晚上都睡不着 在晚上十一点到早上六点 这七个钟头里头啊 神对他说明了 他对他的生命的旨意 神提醒他过去所得到的应许 并说 如果他信靠顺服神的话 神就会成就他的应许 在那天的半夜里头 神就给他看见一个异象 他看见一个像斜坡一样的山 从山脚到山顶 是一些蜿蜒曲折的小径 神就告诉他 这就是神带领他回以色列的目的 神要他往山顶走 那虽然呢 其间要经过的路不是逼直的 相反可能是非常艰难的 迂回曲折的 但是神要引领他上去 然后他看见他山脚的地方 坐着一位女士 他穿着一件颜色很特别的衣服 姿势也很特别 我的这位朋友一看 立刻认识这就是早几天 他去探望过的那一位 又为他祷告过的那位秘书小姐 神就告诉我的这位朋友 他的意思就是要他 跟这位女士结婚 我的朋友听见 头一个反应就是惧怕呀 因为他怎么能够跟一个他不爱的女子结婚呢 但是这个念头却没有办法摆脱 于是我的这位朋友就为这件事情祷告 一直祷告了一个月 并没有首先采取任何的行动 在那个月里头 神同时也向那位女士说话 这真是非常的奇妙 终于在非常戏剧性的安排底下 神把他们带在了一起 他们一起有交通 有一段时间非常好的交通 当时因为那个女士的背部的伤 就是受伤的部分 还没有完全的复原 所以他不能够坐在椅子上 只能坐在地下 他所穿的衣服和他做的姿势 跟我的朋友在异象当中所看见的 是完全一样的 神清楚地显明了他的旨意 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自己就定下了终身了 后来他们又在耶路撒冷相遇了 我的这位朋友和路德都觉得 这是神旨意的安排 于是他们就一同地等候神 为了这件事情 祷告了三个月这么长久 但虽然彼此各自的祷告 没有互相的通讯 没有接触 然而三个月之后 神又把他们带在一起了 到了这个时候 他们毫无疑问地相信 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计划 后来他们就结婚 神就大大的赐福给他们 自从神把路德带给了这位朋友之后 我的这位朋友看见神 在各方面奇妙地供应和赐福啊 神说夏娃是亚当的助手 是亚当所需要的 同样的 路德也成为了我的这位朋友的助手 路德有很多的才干本事 对神又是完全的尾身 实在是我的这位朋友 侍奉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得力的助手啊 路德是来自比较保守的犹太教的背景的 在我的这位朋友跟他认识之前 他已经在耶路撒冷住了三年 他在以色列地的犹太人中间 做了很好的见证 影响了很多的人 他曾经很努力的学过信心的功课 也曾经受过贫穷的熬练 又受过疾病的折磨 到那个时候 路德和我的这位朋友 都一切准备好了 他们走在一起 共同的分担生活的这个恶 他们共赴一恶 像第一次那样的 我的这位朋友 在他第二次的婚姻当中 也实在是经历到他们中间 共同合一和谐的生活 那有一年的夏天啊 他们在耶路撒冷的西伯来大学进修 在一对年老的犹太人夫妇家里头住了 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信仰 当路德和我的这位朋友 搬到他们那里居住的时候 也就是说住了两个月的时候吧 那位老太太有一天呢 对我的朋友说 头一天当你们踏进我屋子的时候啊 我就看出你们不是平常的人了 因为你们的出现带给了我前所未见的光彩 我看见了你们里面那有很深的平安和和谐和一 朋友 弟兄姐妹 神的智慧多么的不可测夺呀 从我的这位朋友的见证当中 我们可以看见 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 他会为我们带来何等大的祝福 使他们合一的见证 传扬着神的荣耀 我的这位朋友和他的妻子都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 为耶路撒冷 为以色列和为各处有需要的人服务 这是多么美好的见证啊 我之所以用两次节目时间来跟你讲我这位朋友的见证 目的是想说明神的信实 并且鼓励你也去相信神 顺服神那至高的旨意 不要为自己寻求那次好的 因为神在每一个属于他的人身上都有最美好的旨意的 好了 最后让我再重复神在创造的时候 为婚姻所定的四个原则 到今天为止 仍然是有效的 我希望你能够查看一下自己的光景 看一看自己是不是愿意跟从神的道路 第一 婚姻是神所决定的 第二 神为男人造了女人 第三 神把女人带给了男人 第四 神建立起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方式 好了 弟兄姐妹 听众朋友 这是神对那些信靠他的人所要做的大事啊 要相信神 神必赐下你最好的 而不是赐好的 要注意啊 往往我们人认为是最好的 那恰恰是赐好的 只有神为我们所预备的 为我们所拣选的 为我们所指引的 那才是最好的 愿神的赐福能够临到你和你的一家吧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那么下次节目 我们仍然是继续来探讨 神是没人这个主题 我们要特别看一看在实际生活上 是怎么样应用的 好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了 愿神赐福给你 请不吝点赐福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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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赐福给你